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伊米 今天要和你分享白小姐的文章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接下来 一起来听 生命的列车一路前行 有人上来也有人下去 你会遇见新的人 也难免会在某次不经意的道别之后 便永远失去某个人 北岛在市里说 你没有如期归来 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或许连你自己都没有发觉 你一生中大多数的遇见 其实最终都在指向别离 而这个结局 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起 就早已经写好了 人生本就是一个 不断遇见 不断道别的过程 聚了散了 都不过是生命中 必须经历的体验 别太在意 习惯就好 没有几个人 能真正陪你走到终点 请不要高估 自己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 或许曾经的你总是天真以为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都是真心换真心的 只要你对一个人 真心实意地付出 就算得不到同等的回报 但至少不会换来 恶意欺瞒的结局 可善良如你 又怎会知道 这世间最险恶的 其实就是人心 有些人 你对他掏心掏肺 毫无防备 他却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随时将你出卖 有些人 你对他掏心掏肺 有些人 今天和你情深一切 你弄我弄 明天就可以对你翻脸无情 人走茶凉 人这一辈子 没有几个人会心甘情愿地 陪你从晨曦微露 走到沐浴黄昏 很多感情 处着处着就淡了 很多人 走着走着就散了 对于这一切 你总要有些心理准备 最冷不过人心 最伤不过无情 世间是零零总总 纷繁复杂 经历过了 不管好坏 就都当作是成长 那些曾经的人情冷暖 与聚散别离 无非都是想给你一个忠告 不要高估自己 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 世界那么大 没有谁离不开谁 也没有谁不会离开谁 生命来来往往 那些出现在你岁月里的人 终究都是来取自由的 别把别人看得太重 也别把自己看得太轻 你总要在有限的生命里 学会告别 学会体面地去牵手 那些无法挽留的人离开 而不是每一次都惊慌失措 泪流满面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没有谁是为谁而生的 真正一辈子属于你的人 只有你自己 所以不要依赖任何人 你的孤独要靠自己驱散 你的幸福 要靠自己追赶 在北山天飞雪 纯白了它 会不会眷恋江南的话 红条线风 轻声中 轻灰烟下 夕阳的春香枕头枝芽 我去想江南那 软雨里的家 踏远来住一壶茶吗 春风会吹 绿冰风的海角天涯 青鲜线流淌着岁月阴阳 想带着你南下 感受四季的变化 看着窗前的花 紧紧发芽 长成了牵挂 远离世俗的草杂 走过春秋又一下 微笑都变成最美丽的情话 我穿越前阵 跋涉万学心踏 带着一朵柔的花 风声中传来思念 从远方的家 而遇着她的如实如画 像带着你南下 感受四季的变化 看着窗前的花 紧紧发芽 长成了牵挂 远离世俗的草杂 走过春秋又一下 微笑都变成最美丽的情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